來…那個碗是不是你藏起來 兒子說是啊 那你藏起來幹什麼 好玩嗎 他說不是 他說那你藏起來幹什麼 爸爸 將來你也會老 你也會像阿 爺爺這樣手抖一抖… 爸爸會把碗打破 所以我把這個碗留起來 將來爸爸可以給你用 各位聽起來也許很好笑對不對 但是你想一想 這個背後要付出多少代價 所以各位要了解 我們今天今生今世 一定要怎麼去孝順自己的父母親才對 不能說有了娶了太太以後 把自己的母親就放安養宴 那妻子的父母親就領來家裡養 好好地想一想看看 有這種人 所以社會上無奇不有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 在清朝時代 也有一個邱太太 她的堂弟 她清朝末年就有鐵路局了 所以她在鐵路局服務 她很刻薄寡情 人家都說 她是一個沒有感情的能學動物 她對待她年老的母親 不僅談不上孝順 而且又非常忤逆 在她眼裡 簡直母親就如同她的夏女一樣 比她夏女都還不如 比她家裡的傭人都還不如 所以有一年的夏天 她的母親患了嚴重的栗疾 栗疾知道嗎 栗疾就是拉肚子 每天她要上廁所好幾十次 而且黑的白的 而且拉肚子拉到嚴重的時候 都會拉出一點點血 所以從肛門排泄出來 痛苦非常 不是筆墨可以形容的 她只有她的夏人去幫她清理 而且家人清理完了以後 她的兒子又不太喜歡 因為家人出來 會拿著一包一包的那些東西 所以可見她兒子 是一個鐵石心腸又無情的人 她對於母親這些病症 拉肚子拉到連血都拉出來了 她沒有一點同情心 雖然她也請醫生來 衛護母親醫治 但自己不親自在母親旁邊 侍奉湯藥 後來她乾脆連擁忍都不顧了 而讓老太太她自己下痢 拉肚子 嚇到了這些濃血都出來了 而且濃血出來你要知道 嚇到不清理的話 滿屋子裡面都燻得 好像有一股臭味 很多臭味的時候 她每天就買了十幾塊錢的香水 就灑灑灑灑灑到母親臥室的門外 藉以欺除這些惡臭 但是有別人勸她說 你為什麼不把香水的錢 雇一個人來善待你母親 每天十塊錢 如果有一個人來跟你母親洗刷乾淨 就沒有這些惡臭了啊 但是她對別人善意的勸告 她都不采納 理都不理 但是老太太因為病久了 身體虛弱 而且走路又沒有力量 而且沒有人跟她扶著 走起來搖搖晃晃 那有一天晚上起來 要上廁所 竟然跌了一跤 把她右手折斷了 那不久以後呢 經過這些痛苦折磨就去世了 那就在當年的冬天 她辦完了 這個不孝子辦完了一些事情以後 她就回家 她在鐵路底有一種手搖車 手搖車回家 那不知道車行了不到一里的時候 剛好對面來了一輛火車 那她的手搖車來不及躲避 車上的人都跳開了 她來不及跳開 她就被車撞了 撞飛到外面 她的右手呢 給那個火車輾斷了 一時鮮血淋漓 她就斷了一個右手 那每天呢 這個右手又流濃 流不好 而且她怎麼治療都不好 這隻右手一直爛爛爛爛 爛到心臟 所以她心臟就停死了 所以這個是很明顯的一個因果報應 一個果報的事實 可是呢 這個只是給大家看了一個 一般的報應而已 這個逆子去世以後 不知道要輪迴到哪裡去受苦 說不定投胎在畜生 或是在惡鬼道裡面 或在地獄道裡面 所以這個種種都是肉眼看不到的報應 看得到的報應 只是她手斷了 被輾斷了 所以看不到的報應呢 可能是千百萬倍 每天都要下油鍋 也不一定 所以孝順呢 是我們發揚德性的一個根本 所以歷代的這一些儒家學士 也是跟我們闡述孝的意義 所以在中國有一本孝經 《開宗明義》就記載 子曰 夫孝得之本也 交之所由生也 孝順是我們每一個人做人的一個根本 那我們要教下一代 也是由孝順來教他 才會產生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孝順 那不只是用我們口教 最重要就是我們行為來教他 我們要怎麼孝順父母 我們行動給下一代看 下一代就會怎麼樣 依照我們這樣去做 所以各位一定要了解 孝順的本質在我們親 親生力行 不是我們講給下一代講 你要以後要好好孝順我 知道嗎 所以一定要親生給孩子看 我們就是孩子的標杆 就是孩子的模範 所以在禮記裡面也講 夫孝則天下之大精也 夫孝自而賽於天地 橫而橫足於四海 師諸而後世而無朝夕 所以孝順呢 這個孝字充曬在天地之間 是天下的一個最大的精緯度 自之而賽於天地 你放在這裡 它可以充曬在天地之間 你放諸於在四海 你用出去 它可以在後世都得到了利益 而無朝夕就是沒有早上跟晚上 所以行孝沒有所謂的 我早上行孝還是晚上行孝 所以指出孝是一切德性的起點 也是一切德性的大精大本 放之四海皆準的根本法則 所以我們今天知道孝順父母是非常重要的 絕對不可以隨隨便便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孝是父母親給我們的這個身體 如果沒有父母親給我們的這個身體 我們幾乎講起來 我們沒有辦法去做到真正一個頂天立地的人 所以各位以前有一個文章 它在台灣曾經有過的這個東西 為什麼呢 在台灣有一個報紙它報導的 台南有一個林姓毅 有一個林姓毅這個人 那林姓毅這個人呢 他有一點智障 他可以騎腳踏車十一年 那因為林姓毅呢 他是遠從台南鄉下來到都市 來到都市做生意的 那他碰上他生命中的貴人 那他到了一個洗車場 他是一個快樂的洗車工 他養活自己跟智障的母親 十一年來呢 他每天都騎著腳踏車 從他家裡到他家裡到他工作的地方 總共有大概有五十公里吧 他每個禮拜騎一趟回去 在騎一趟到他工廠裡面洗車的工廠那個地方呢 大概有十一年的時間 那他大概騎了有一百多公里 一百多公里一次這樣騎 那大概他騎已經超過五萬公里了 等於可以繞次到一圈 還要長一些 還要長一些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在前年的時候 這個林姓毅他三十九歲 他沒有一劑之長 因為他智障 他只會說簡單的幾句話 而且講話又很吃力 只有 比較熟的人 常常聽他講話才聽得懂他講什麼 所以 平常很沉默 他大概沉默的時候比較居作 那林姓毅他二十八歲那一年呢